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正式会议 我们来讨论一下唱什么歌跟他们pk 我建议还是唱那种就是大家听的多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要选比较能代表我们 主打歌嘛 对因为如果要跟300位歌迷一起唱的话 我觉得主题曲会更好 因为本身他就是大合唱 对 Rise 其实也可以 其实你们可以听一下歌迷的意见 因为他们在京东超市给你们选了五首歌曲 可以看京东调研排行榜 第一首歌喊出我的名字 第二首Rise Rise Rise 三 世子 第四首 陈锋 第五首 少年之雪 嗯 有一句话叫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其实我们刚进这个节目的时候接触到第一首歌就是喊出的名字 那二十四小时简直折磨的我们 哇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不只是你们Rise吧 我们创造音 101位兄弟的 初心 这样我们人数上又更多了 300人加101个人等于401个人 所以我们现在就定了喊出的名字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以 行 漂亮 漂亮 其实对于你们来讲已经熟的不能再熟 对于你来讲想必是吧 对我来讲我也不不能忘记 但是我们要想想怎么跟300位歌迷互动 副歌的两个主题动作 什么movie move 跟那个call me call my name 那那那那那就 但是我觉得会乱300个人你仔细想想 不是 这个互动又不是说我们 一定要就一个做的有多起 大家有在一起做一个动作 对啊 比方说一个摇滚乐队 难道还得搭 头都在甩的一模一样 哈哈 哈哈 哎大家 下去的时候保持45度上去的时候是倾斜20度 所以如果300位歌迷要学舞的话是他们来 教还是 我来教 哈哈哈 要啊 他就跳拳曲跳拳曲跳拳曲 我刚刚就在想这个问题 我还想说 你们每个人分配下来就是一个人差不多30个人不到 那跳拳曲的举手 跳拳曲 我觉得我觉得唱一点点根本就不行 300个人跳拳曲那得多炸啊 对对对 好困死了 我觉得300个人直接简单一点 为好 就是 不好 简单点不好 不行 哈哈 就直接就是你去哪 然后你对他们说你去哪 然后他们说回家 然后他本人走 哈哈 这个样子排练起来比较方便一点 300个人一起在一个舞台上吗 对 那个舞台叫广场吗 哈哈哈哈 那300个人那那这个阵容是要怎么 我们现象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案 之前就 我们方案进闻 什么方案 就是你来教他们跳舞 我来教他们跳舞 然后就跟他们一起跳舞 可对 然后一点心意都没有 啊心意 我觉得这个太有心意了 哈哈哈哈 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 加油 团长 加油 就每一个动作 一一个动作 不拉 要像我们以前抠动作的那样抠 对哦 就是要一定要达到就是中心区的那个合格标准哦 我个人感觉这样变化太少 真的这样这样变化实在是太少了 我觉得我们要想一点有变化的 教完他们跳舞 就你再给他们排个队形 我可以把他们教的瞬间脱飞 哈哈哈哈 把我们之前拍MV的那些 有一些小细节弄进去 比如说飞纸飞机那种 一起扔纸飞机 一起扔纸飞机 呜呜呜 豪哥有什么想法 重复一下我们讨论什么 挺好的 哈哈哈 因为对手 是曹猛老师吗 所以 可以预想一下我们的结果 哦 不能预想啊 我已经知道了 我们享受过程 不是你们不能这个样子的 我对吧 你们是rice男团 我是跟你们之前参加节目的好兄弟 所以你们的输赢代表了我们的输赢 你连舞都不愿意 我来当当这个 我会教我会教好不好 节目组让我教我就教 节目组不是我们的友谊吗 那我们呢 你们想法 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去完成 好不好 好不好 就是就是我来这边 就希望能够带领rice男团 赢得胜利的 这说实话真的 如果是对面是另外一个 团体或者是年龄相仿的 这样的话肯定会相赢 但是跟藏毛老师真的就是 说实话 因为我爸爸都听他们的歌长大的 其实是跟大家融为一体 然后去表演这个东西 让大家侍奉出其中这个事情 其实也是我们一直想做的 那好 你们既然这么佛的话 接下来这一趴是让你们对着镜头 跟藏毛老师喊话 放狠话 老师加油 加油 加油 老师你一定可以的 我爸爸真的很喜欢你们 我们一起就是放个狠话 小春 小春 就是转变一下观念 老师我们会努力的 就是让让让他们老师有一点压力 有点压力吗 对啊 老师 我会努力的 哈哈哈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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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热死男团好熟啊 哈哈哈 简直了 你现在也是我们的议题好吗 我们一起给自己加个油 那得不得加一下油吧 那得吧 那得不得青春一下吧 那得吧 那得不得认识一下吧 那得吧 那得 主爱是吧 啊 扛 给我 有点 买 以原来 בת � уш